以火中取律方式投资 其实只是一场靠运气的赌局 而在一个跨越十年 价值200万美元的真正赌局中 巴菲特就证明了 投资可以是稳定增长 他选择平淡乏味的道瓶斯工业指数 就已经有平均每年16%的回报 轻松击败前来挑战的对冲基金 其实跟能力和运气无关 简简单单的指数投资 已经足以带你跟上世界经济的成长步伐 单纯感 面对市场的起伏和波动 定期投资的两方 最适合为时机游戏的你 忘记火中取律 投资其实是一个雪球和斜坡的相遇 世界的斜坡已经准备好迎接你这个雪球 或者你选择投资一起成长的美好生活 我们也建议不要错过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资那些强劲的增长 尼华星 投资全球的指数基金和优质指标股份 收获成长的礼物 投资本应如此 HELLO, HELLO, HELLO 都不断有些恭贺的说话 都未能够一一很详细跟大家去拜链 在这就跟大家拜个链 牛链祝大家继续 市场上午收了在30,717点 升了543点 整体来说市场表现得挺好的 来到现在来说 上半日市 成交到1,195亿 港交所都升了9元 升了1.6% 与大市差不多同步 正如我上周过年前的几段片都说 似乎有些做空的对冲基金 或者是一些做空的海外投资者 好像在盖仓 平仓 今天一开盘开出来 都已经升了500点 现在来说30,717点 从图表来说 是有进一步的突破的 整体来说 指数上来说 又是一个列口的高开 形势上 有机会继续再试更高的位置 这个位置来说 有机会 再向31,500点的位置进发 31,500点来说 31,500点来说 都是 都是 这个 几年的较高位置 来的 从周线图看 其实 都是一个列口高开 整体形势上 但成交 过去那六个礼拜 都是很显著的 比过往大很多 大了一倍以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 相信 就有机会继续 市高位了 下个位来说 正如我刚才所说 31,500点到大概32,500点左右 初步目标是31,500点 唯一一个目标位 相信机会能够见到的 情况都挺大 因为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 因为恒指成分股里面 很多股份都有落后 你看看今天的成交 是升幅榜里面较前位置的 有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 都是三桶油 都是排在升幅榜的 头三位 分别是中石油升了 10.2% 中海油升了8% 中石化都是升了8% 这些股份都是过往 我一直都有 中海油和中石化都有推介 首先受政治打压方面来说 令到 整体的市场来说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走低 反过来来说 因为外围的政治打压 这些股份 就有些基金被动式的沽出 但是 反过来 北水 买这类股份 都买得比较多 其实 上次也说过 最近期来说 过去这段时间 就是 外围 美资 就沽了 大概是3000亿的货 而香港这边也有沽了1000亿的货 但是 北水 内地资金来说 买了4000多亿的货 所以 刚刚就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 从现在的水平来算 例如中海油 其实油价都升了不少 但是 它都未去之前的较高位置 现在来说 就开始有少少 就是 一个突破 它形成了一个大幅度的 一个 双底出现了之后 现在就是 如果 能够突破到 近期的较高位 在大概是9.7元钱那里 如果能够突破到大概9.7元钱 现在就今天去到9.47元 突破到这个位置的话 下个位置就挺高的 下个位置就要去到 11元才有一定的初步的压力 这个是中海油 中海油我都看好一点 因为始终油价在 现在产有国的 措施底下 还有 美元 都是处于一个弱势 会继续看好的 中石化又怎样呢 你中石化看回 近期又是 今天 一次过 一枝大阳烛 升了8.4% 成交比过往几天都大 接近一倍 这样显示出来来说 只要近期的较高位置 就是在4.2人钱 今天就升到4.13元 如果4.2人钱突破了的话 有机会再向上 水平 大约是5元左右 大概是5元左右 现在来说 就是 还有20%的上升空间 所以 下一个目标位是5元 这些也是值得留意一下 股份 至于另外,指数成份股里面有很多传统股有关的股份都升得多 譬如九龙仓,九龙仓置业1997升了7.6% 行龙地产又升了5.4% 长实集团也升了4.1% 新世界发展也升了3.8% 即是17号 小米达到29.6% 今日来说,在行指成份股里面 小米最高达到29.6毫半 我说过了,29.8%技术上有阻力 大家留意着 所以你看到很多传统本地地产股开始上升 加上一些银行股都有升 内地银行和本地银行都是升幅不少 包括汇丰升了4.7% 升了5% 恒生是151元 就升了3.2% 即是11号 中移动也升了少少 升了1% 去到47.9毫半 近48元 所以你看到很多传统股 开始慢慢恢复 如果他们的恢复一直升上升 因为始终过去有些传统股份一路受压 有些受一些政治上的外围的政治因素影响 有很多沽售在外资里面 但反过来 抛空了的 你要补货都是有一定难度的 所以不排除有部分传统股份 因为落后得很厉害 去买回这些 那些抛空了的 可能有些部分是补货 有些未补货 形成了一个差价 差价的仓 即是有些其他货 持有了恒指成分股 有些受政治因素影响的股份 或者是一些传统股里较低的 抛空了 有些未平有些平了 这些影体来说 如果这类指数成分股 偏落后的炒上来 那指数都会升得多 当然了 你说去到什么位置呢 我自己个人看 31500或以上是一个初步位置 当然日中如果成交量大 冲得高 因为其实31500和现在是差88点的距离 它可以冲到上32000 但是亦都这样说 再高一点的话 那又怎样呢 可能投资者都要留意一下 小心一点 因为始终市场来说 有些传统的trading 来说上到一些较高位置 不排除有些拆仓 拆仓即是传统股买了那些又会沽一点 那些沽空了的股份又会补回 或者期指或指数沽空了又要补回 那拆仓之后 会不会又来一转调整整固一下呢 落回3万点以下 去到2万9千多这样整固一下 打底之后 才后面再随着业绩的公布 或者措施的落实 或者一些外围的解禁 很多的因素慢慢做好呢 我看不排除有机会的 总之现在来说 在初五新的一年牛年来说 牛气十足了 所以有做一阵上来的 做一阵上来之后 可能休息一会再继续做好 我仍然维持今年有个高位出现 更高的位置历史高位出现 新的历史高位 但在第一季仍然有一定的升完之后 会有整固压力 大家留意着 而看回衍生工具市场又怎样呢 衍生工具市场 你见到恒指的好仓 在上周四 牛症和凝股权症 流出了270万 不是很多 也流出了少许 恒指的淡仓 同一天 上周四 都只流出了2千多万 即是说 反映投资者 在上周四 半日市减了仓 减低了仓是过假期的 但在减仓的过程里面 大家看淡仓的情况是小了 而上周四 恒指 牛症的街货重货区的收回价 在29,200到29,299 洪政街货重货区的收回价 在31,200到31,299 即是到31,200 红政才会被收回 所以是向上移了 中间位向上移高了 而还有消息 因为香港股市实在偏低 你会看到 甚至乎 女股神 Catherine Wood 旗下的 ARKF 交易基金 都买入了平安好医生 133 刺激了股价 上周四 是急升的 去到128元 升了21% 今日来说 平安好医生继续升 升了15% 去到147.7 连续几天 已经升了30%以上 虽然平安好医生 你看看 他的盈利还未见到很大的情况 但是 预计未来 始终这类高质的股份 都是预期有14亿人口的市场 他们的线长服务 生意做不完 会有很大的增长 所以平安好医生 我相信 短期来说 因为有外资介入 从周先图看 就非常好 今天还是一个裂口上的 情况下来说 都有机会进一步 会有新高出现 当然我们也要看未来的业绩数据 有货的不妨看一看 也这么说 再继续升的 可以将部分货先获利 因为由五十多元 两年前一路炒上来 升到现在都三倍 其实都可以先慢慢获利部分 不止平安好医生 其实不止平安好医生 中安在线都去到69.4 69.4就是一个历史的高位 之前大升过之后 就回回来 当然比起上市的价格 inoranาucon 价格 是没到 但从估计上来说 这个价格上来说 肯定 estilo国 parties 凝固到价格 所以中安在线也是很流行 之前高位追到 Burm翻篋 或者是低位上来的,经过一轮震荡下来之后 现在又转转到近期的高位, 可以先将部分货获利, 因为始终中安在线也好,平安也好,医生也好, 这些在线服务的未是真正赚大钱, 但它展望未来继续会有很大的增长, 因为在线服务正在服务14亿人口的生意, 而另一只就是快手, 快手看到现在是407.4, 它会纳入所有指数, 但亦是那句,快手来说它是龙头, 但它是115元上, 现在利润升了2.5倍, 股价升了3.5倍,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 应该要考虑一下, 如果有货买了的, 可以减少一点, 剩下的再放长一点, 因为快手来说, 都未见到真正很大的盈利, 都是说它未来的收入增长会快, 所以这方面来说, 大家要采取一个较为, 开始保守少少的策略, 腾讯有少少负面消息出来, 700现在跌了5元, 去到752元, 近期高位是770元, 我都放了一个位置在780元, 即未到780元有压力, 虽然关于高管涉嫌贪腐的案件, 被有关当局扣留, 这件事跟公司旗下的微信是无关的, 微信是无关的, 所以有消息说, 主席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受查, 所以这件事来说, 只是一个小的风波, 对于腾讯来说, 正好有没有机会回调, 因为升了不少之后, 技术上是需要一些回调的, 日线图来说, 最近这几星期, 都是有些阴速出现, 都是一个高开低收的局面, 成交不是很显著, 不算特别多, 所以有机会可能, 它会再回调到20天平均线, 715元, 如果去到715元的话, 就可以考虑作为中线部署, 去买回这个股份, 今天来说, 刚才说的指数相关的股份, 之外, 看到一些跟疫情有关的股份开始升, 包括航空股, 南方航空和东方航空, 之前去年有建议大家买入, 可能大家都担心, 但始终来说, 近期又好回升, 又升回上来, 现在来说, 东方航空去到3.46元, 它来说, 有机会会试回, 大概3.8元钱, 是去年12月和9月份的高位, 大概3.8元钱, 有货的, 继续持久一点, 因为看到疫苗都开始打, 英国是最积极的, 估计未来的疫情会受到控制会大一点, 南方航空现在5.06元, 南方航空5.06元都已经去到早前的较高位, 南方是我比较喜欢的, 早前的高位是5.2元, 5元到5.2元的水平, 现在是5.06元, 就去到那些高位, 南方航空来说, 看回来的势头, 近期成交都会多一点, 所以不排除后面会有机会再向上, 试到大概去到5.5元的水平, 大概是5.5元的水平,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除了南方航空, 东方航空之外, 其实国泰航空都会升回一点, 去到6.3元, 它都会爬上来的, 当然上一层的位在7.3元那里, 7.3元才会有些压力, 这里现在还有些水位上, 今天来说, 都是一些烈口高开的, 上来,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跟酒店相关的股份, 例如是中旅, 中旅都之前提过的, 中旅如果大家有买到, 那就恭喜你了, 因为它都在过往的横行平台那里, 大概过1元到1.5元那里, 就大升了上来, 升了差不多两成多, 现在去到1.37元, 这个都是受疫情因素相关来牵动的, 现在其实出现突破的, 中旅来说, 我相信有机会去到, 过6人钱才停一停的, 下一个目标位在过6人钱, 大家有耐性的朋友, 不妨再放多一些耐性在那里, 再看看, 远东发展, 也是另一种我提过的股份, 在全球有很多酒店业务, 停车场, 和个别海外物业的发展, 它都升了上来, 最近打了底, 我相信这个位置来说, 有机会继续向上3元进发, 现在是2.8元, 会轻微向上3元, 如果3元突破了, 就很厉害了, 还有一个大一点的上升空间, 和技术上来说, 另外, 大家都很开心, 就是那只第一视频, 82, 今天都先升了3元, 去到7.9元, 最高去到8.3元, 整体来说, 他们的转型成功了, 第一视频来说, 在业务重组那边, 就完成了, 新的团队, 和新的董事会, 已经顺利交接了, 标志着, 即是说, 未来在体育娱乐业务那边, 以那边为一个主要的重心, 当然, 里面有疯狂体育, 相关的很多业务, 包括疯狂红丹, 线上的疯狂红丹, Apps, 和疯狂体育的Apps, 即是在海外, 境外的体育赛事, 足球, 很多的赛事, 有些彩票上的咨询, 看球, 看哪一队赢, 很多的咨询, 配套, 陪玩的服务, 这些都有的, 当然, 这是其中一件事, 这是线上, 因为18年开始, 其实线上, 在赌波业务这件事, 是没有开到绿灯的, 他们也是在18年之后, 顺应收购了, 这个疯狂体育大肆发展, 这方面, 转型绝对是成功的, 加上现在线下的, 体育彩票的业务, 他们不断扩充着, 这个之前都说过, 包括很多的便利店, 71, 相关的, 他们会在未来这两年, 开好几个点, 这方面来说, 会带来很大的收益, 这方面来说, 还未计算它, 在海南岛自贸区, 那个IP的使用, 在游戏的推广, 业务那里, 促进了海南岛的发展, 这方面, 会带来很多的, 譬如中超的IP, 以及Fibro, 国际球星的IP, 放在体育赛事的游戏, 换取相关的积分和奖品, 促进海南岛的消费, 旅游, 或者是免税店换取的礼物, 酒店的住宿, 这些都是很大的, 一个盈利的商业模式, 这方面来说, 跟看彩的加以, 即是线下的看彩的合作, 那边来说, 收益非常巨大, 所以今年的数据都会很好, 大家继续留意着它, 当然,最近都升了很多, 如果有些互调少少的, 不妨再考虑一下, 今天来说, 就是讲到这里, 大家都继续加油, 希望你们多些介绍给你们的朋友圈, 多些订阅和点赞, 订阅就是关注, 是免费的, YouTube的频道里面, 订阅是免费的, 而富道牛牛的频道来说, 就是关注, 多谢大家的收看, 就讲到这里, 明天再说, 拜拜, 以火中取律方式投资, 和消息无关, 简简单单的指数投资, 已经足以带你跟上世界经济的成长部分, 不单止这样, 面对市场的起伏和波动, 定期投资的良方, 最适合为时机游戏的你, 忘记火中取律, 投资, 其实是一个雪球和斜坡的相遇, 世界的斜坡已经准备好迎接你这个雪球, 或者, 你选择投资一起成长的美好生活, 我们也建议不要错过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资那些强劲的增长, 李华星, 投资全球的指数基金, 和优质指标股份, 收获成长的礼物, 投资本应如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